过来 对 阿宾思学闪现进场把自己送掉了 阿宾这波在打什么 这样反手三六九在闪现到欢峰脸上 看看三六九这波的嗅觉吧 有机会吗 这波 Angelo大招已经好了 绕过来 三六九的伤害很高 跳展过来 已经就感觉出事了 是的 而且有个蓝buff 这个蓝buff太关键了 哇 不敢靠近了 现在 哎 这位的KASA已经拨上来了 哇 这波 苏黎要出伤了呀 死抓 闪现不死的 堂鼓被踢回去 想杀两个 挂虚弱 雾有一个灵光披风加一速漂亮 欢峰这个走位 躲了所有技能 但还是有点危险 在塔下打出了不过的飞动能不能换吗 可以吧 凯旋加打不了 闪现机草牌被小冰A死了 我的才华 让我无所谓 感觉是没有办法 这个残局接下来了 KASA好像有点不想放 因为竟还完美羡慕 狙击枪一枪两枪 第三枪找的是远端的人 哎 被龙给喷死了吗 是那个 是地上的那个夹子 哇 三分之间进一场 换风追被秒了 按照这个位置很尴尬 这个龙就一样能打了 全是进 哇 杰斯这一波跳进来 换掉了猴子 全部屈服 但是他们每一波 其实都是拿大龙去逼团 哇 萧粉这个状态太惨了呀 赶不过去 三类之间一个绕后GP 哇 按照这边要拉开距离 萧粉被泡泡封了位置 只能选择绕一圈 走三类之间过来 W开一个小位移 还在追 萧粉惩戒了小兵 终于是跑到了下面 刚才奈特也有两个比较歪的飞行 没有接下来三类之间 随着换风放掉一个大转 烂灰带他在这边 集参三类之间 直接贴上换风 后锐有个进化进化完了以后 万箭启发 射手的专注出发 之后伤害非常高 几下把他最后下 没有带动换风 17滴血